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去这个欺骗 有五个人被警察逮捕 因为他们涉嫌将一名男子枪杀 发生的地点是在Brasoria County 在Freeport的地方 那么警方表示当时有四个男子年轻人在家里面庆祝生日派对 结果突然从外闯进了两男一女 进入之后开始要求金钱并且以枪威胁 那么之后双方起了争执 结果造成其中一人男子死亡 那么现在警方将五人全数逮捕 好 另外来看一下 这是发生在Pasadena的应该是一个酒吧 警方表示在这个酒吧当中的这个顾客呢 开始大声吵闹 并且双方开始有肢体的冲突 结果当这一名酒吧的安全警卫前去制止的时候 居然被一名参与打架的顾客呢攻击 因此安全警卫为着自己应该是护卫自己的关系啊 拔枪将这个顾客开枪打死 那么现在正在调查当中 那么这名安全警卫可能将会经过大陪审团来决定 是否应该向他起诉 好 再来看一下 这是发生在好几个月前 于Galveston的一个hit and run 就是撞了之后没有停下来 就立刻逃走的案件 那么当时的受害者是一名女医生 他在Galveston骑脚踏车的时候 结果被22岁的男子和他的女友两人 开着车子当场撞死 但是并没有停下来帮助这个受害者 那么三四个月之后 警方逮捕了这一名叫Luel的男子 并且在日前大法庭审讯之后呢 法官和陪审团给了他七年的有期徒刑 而也将他的女友起诉 因为两人造势之后 女友并没有向警方来自首 两人反而逃到Louisiana去 好 那么宣扰了两州的这一个 来自Ohio州火车翻车的这个 有毒化学物质 Harris County县长Linda Hinago表示 她根本不知道其中的 一百万的加仑的有害化学物质 将会运送到德州的这一个 专门处理有毒化学物质的工厂 或是实验室叫做Texas Molecular 那么经过她和美国的环境保护局 沟通和斡旋之后呢 现在表示将不会再有新的 化学毒品或是化学的废物 运到Deer Park的这一家 Texas Molecular 将会留在原来的Ohio州 由原来Ohio州当地的 有毒化学物质实验室来处理 好 在过去这个weekend呢 在休斯顿的这个Downtown 以及所谓的Cynic Wall就是风景的路段呢 可以看到有上千名的脚踏车 自行车的爱好者 那么这是因为他们在过去这个weekend 来特别的希望民众能够了解 在休斯顿有许多爱骑自行车的人士 那么要注意他们的行车安全 而在昨天的这一个大型的 应该算是团体的骑车项目当中 有分为30英里和60英里 那么他们也说呢 这是一个他们策划已经进行有数年的一个活动 而现在的休斯顿城市呢 也比数年前对自行车 骑自行车的人呢 已经应该算是变得更加的留意 而且有增加更多的自行车的街道 虽然如此自行车的 应该算是在交通意外中啊 死亡的人数呢 仍然是高居不下 在2019年 骑自行车被车撞死的人数有20人 2021年有23人 2023年现在快要过完 2月已经有三个人死于骑自行车的时候 被人撞死 所以说十分的需要让大众留意自行车的安全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是在休斯顿的一家工程公司 开始了一个所谓的3D printing 就是用这个复制机 用三维立体的复制机来建造房子 那么这个3D printing呢 可以将这个房子呢 是用所谓的水泥来将它建造出来 根据这个工程公司表示呢 这样子的房子建造出来不但兼顾万分 而且它的cost 也就是它的花费呢 远比现在我们所谓用的这个木头的房子 或是plywood 合成木头的房子要便宜许多 他们相信在未来20年 休斯顿将会在每一个住宅区当中 都会看到这种 由复制机 3D复制机所印出来的房子 那么这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方式来盖房子 对目前许多的房子价钱居高不下呢 可能会是有一个突破 但是还是有疑问呢 就是说在休斯顿的这个土壤呢 是十分的松软 那么用3D printing来盖的水泥房 在日后地基上面跟普通的房子 会有些什么样子的影响或是不同呢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德州方面呢 我们知道在过去这一年来 所谓收的这个税 州税是创了历史以来的新高 总共有320亿美金的盈余 那么当然现在大家都希望 因为州政府有这么多的盈余 所以说在日后的房屋税 或是土地税 甚至是这个中小型生意上面的税呢 都会有不同的减免 现在已经有议案提出 日后的Homestead Exemption 将会从4 应该算是4万 提高到7万 也就是说前面的7万将不会征税 但是这是一个有效 或是能够持续解决 现在普遍德州居民 要是拥有房子 都会对他们的房屋税 较苦连天的状态吗 那么立法人员将会 在这一次的州会中 进行激烈的审视和讨论 如何进行有异议 并且能够持续减税的方案 另外 德州立法人员也将会看 斟酌就是是否 将会对中小型生意继续征收 inventory tax 这应该是库存的税收 那么这个库存的税收呢 影响对中小型生意影响很大 因此是否日后要完全把 这些所谓的inventory tax 完全的解除掉 也是有可能的 将会在这一次的州会中讨论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是休斯顿第二台电视报道 说Greg Abbott州长呢 他已经下令成立工作小组 调查德州教师短缺问题 将近一年之后 那么这个小组建议立法者 要提供教师的工资 改善培训 承诺更好的分配教师的时间 与此同时立法人员正在研究 如何花费历史上高达 330亿美金的预算银额 其中要将教师的加薪 列为优先考虑 多年来德州与全美其他地方 一直面临老师短缺的问题 疫情加剧了这个情形 学校也成为德州文化征战的中心 让教师们在当老师的时候 面临了更多的困难 与此同时 老师薪资停滞不前 根据美国国家教育会最新报告 德州教师平均工资排名 是全国第28名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7652元 那么自2019年 德州立法者对学校财务系统 进行全面改革以来 拨款却一直没有增加 工作小组报告中指出 教师工资跟不上通货膨胀 全州工资差距仍然存在 他们要求立法工作者 必须用教师工资拨款的百分比 那么对此 州议员Donald Howard 他也拟定了 这个House Bill 882号法案 将每名学生基本拨款增加到 美金7075元 并且根据通货膨胀每年调整 州议员James Calarico提交HB 1548法案 也要替德州教师 他的法案是德州教师每年年薪 必须增加15000元 好的 亲爱听的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军为您翻译编辑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一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